在上市七八十年代,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,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军备竞赛,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,装备数量都相当庞大,但最后苏联被这种竞争模式所拖垮。 而苏联的解体,也标志著冷战的正式结束,随即留下了大批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装备,其中,大部分被俄罗斯所继承,有30%被乌克兰所得。 而乌克兰也凭借这一优势,一夜间成为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,但乌克兰当时的经济,很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销。 同时,美国和西方国家,也对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远端战略轰炸机忌弹,担心最终会重新落入俄罗斯之手。 因此,在这种情况下,西方国家不断地诱骗乌克兰,销毁这些战略大杀器,并承诺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偿。 而最后令乌克兰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,并没有兑现当时的承诺。 乌克兰就这样自费了武功。 在很长的时间里,乌克兰甚至都没有费用为士兵发放工资。 后来无奈之下,将一部分常规武器装备和苏联遗留下来的军攻技术资料,对外销售来获取一定的资金。 但这种手段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。 毕竟这些武器装备和资料有限,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问题。 当时乌克兰海军的一艘舰艇的官兵,被拖欠工资长达三年。 这是一艘格里沙级导弹护卫舰。 而满边二百人的舰艇,后来,只剩下了九十多人。 而有些官兵,凭借自身职务的便利,开始将军舰上的重要零部件拆卸,进行变卖,来维持家庭生活。 最后这艘舰的舰长是在忍无可忍,去舰队总部讨要工资。 结果前门要道还被臭骂了一顿。 而回到舰艇后的他命令舰艇上的人员,带这艘护卫舰的关键部位安放炸药,炸毁了这艘军舰。 然后将重要的零部件全部拿去卖掉,得到的钱分给了舰上所有官兵。 将舰艇成员全部解散。 最后他投奔了俄罗斯。 再也没有重回乌克兰。